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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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6月5日上午 台北市邻礼拜堂内 一场礼拜仪式正在举行 台下的聆听者当中 坐在最前排的一位女子 格外的引人注目 上午11点30分左右 整场仪式结束 这名女子率先起身离场 当时 在场的其他人全提起立 目送着她离开 这位女子便是蒋介石的夫人 宋美玲 像往常一样 他在离开的时候会向在一旁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们挥手之一 而当她走到最后一拍时 突然她向一位谢顶的老人伸出了手 握手完毕 宋美玲带着她那招牌式的微笑 离开了礼拜堂 而与她握手的那位老人 则成为了大家注目的焦点 众人望着她的脸孔 有人觉得有些陌生 而有的人心里一惊 怎么会是她 照片上这位就是当时惊呆了 室林礼拜堂里那些国民党要员的老人 没错 他就是名造一时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的现身在礼拜堂里引起了轰度 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认出她来 第一 是多年的囚禁 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摧残和样貌的改变是巨大的 第二 是因为大家压根就不敢相信会在礼拜堂里见到她 以当时的状况来看 张学良的出现也并非偶然 肯定是有人刻意地安排 那么这又是谁做的安排 她又有什么目的呢 这是我们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笔书斋里找到的一份张学良日记手稿的封印件 想要寻找那位幕后的推手 我们不妨从这里面找找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日记 十点五十分 我同董大使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 十一点三十分许礼拜毕 总统反出时 夫人特向于个人握手 使得众人注目 最后写道 夫人申请阅君之意 使我莫齿难忘 所以 李拜堂亮相事件的幕后推手 就是当时同张学良握手的宋美龄 如此高调的亮相 如此巧妙的安排 宋美龄又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导演想出了剧本 当然要先得和演员沟通 对戏了 这首先 就是得和张学良见上一面 那一天张学良起得很早 为的就是能把自己打扮成令人满意的绅士 早上五点半 在特务队的带领下 他们一路向北 终于在上午十一点 抵达了大溪 蒋家别墅 虽然在自立行间的世界里 他们相谈甚欢 从来都没有断过联系 可是在现实世界中 张学良和宋美龄 这两个人 已经有十三年 没见过了 让我们来听一听张学良将军 晚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于这次谈话的回忆 对于这次谈话的回忆 我说你这国人很有意思 我的影响 蒋家人很大 他讲过说人问我干什么 我告诉我家就活小了 蒋家人他 他待了一会儿 他打了一个孩子 他说你又走错了路 他说你对基督教 我说我对基督教 我也知道 宋美龄当即表示 希望张学良能够信奉基督教 还说自由一世 上帝会安排 上帝会安排 这话里有话呀 可是谜底还不到揭晓的时候 宋美龄不会多言 少帅一时也是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但出于对宋美龄的信任 他开始研读圣经 宋美龄离开高雄 回到台北之后 促成了几件 有利于张学良的事 第一 是以给张学良 请英语教师为由 派遣了一位 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好友 引导张学良 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而另一件最为重要 让张学良和赵一迪 到台北定居 定居 意味着张学良 有了自己的家 从此不必再辗转迁徙 只要能让张学良 到台北定居 张学良就能回到 国民党高层的事业当中 同时 他也可以比较方便地 出入基督教堂 这就相当于 获得了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宗教保护 1960年4月 张学良与赵一迪被转移到了台北北投优雅招待所 5月3日下午4点钟 宋美玲突然来访 并邀请张学良到他的私人礼拜堂 去做礼拜 于是便由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一幕 让张学良在宗教场所礼拜堂里高调亮相 再加上特殊待遇的单人握手礼节 这就是宋美玲口中的上帝安排 从当时现场的反应来看 这场戏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 宋美玲借此慢慢帮助张学良恢复自由 则是为了兑现一个24年前的承诺 我以人格担保你的个人安全 1936年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 一直虎视眈眈 准备南下全面侵华 对此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这让一直渴望率部打回东北老家的张学良 十分心动 但是蒋介石却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一心搅供 而对日本处处退让 为了使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回心转意 张学良在多次苦心劝谏无果的情况下 于1936年12月12日 联合当时的西北军第17陆军 总指挥杨虎城 扣留了正在西安布置剿匪工作的蒋介石 史称西安事变 而事后张学良大方的亲自护送蒋介石一行 反抵南京 然而正是这次护送让张学良一去不复反 从此遭到长达几十年的软禁 失去了自由 问题就出在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 回南京这个举动上 以当时国民政府的视角来看 张学良以下犯上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在他的地盘 没有人敢动他 可是要出了他自己的地盘 谁又能保证呢 难不成是少帅脑子一热 犯了糊涂 您刚才听到的是张学良恢复自由身之后 接受采访时留下的一段话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思维非常的清晰 他之所以会只身犯险去南京 除了采访中说到的敢做敢当之外 再有就是有人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其实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关系可不一般 这两个人称得上是老相识了 甚至宋美龄认识张学良的时间 比认识蒋介石还要早 1925年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 击败了当时雄居浙敏苏万干乌省的 大军阀孙传芳 随后东北军陆军中将兼东陆军总司令张学良 率三个加强旅人沿金浦路经南京 于6月14日晚九十许抵达上海 奉命调停因武萨惨案而激起的中外冲突 张学良作为如日中天的奉军的继承人 来到上海的当晚就成为了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招待宴会的主角 正是在这里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宋美玲 在她的日记当中 她只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位宋家小姐 美若天仙 作为招待宴会的主角 张学良免不了要进行礼节性的致辞 她那俊朗的外表 打方的谈吐 给与会者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至此完毕 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这其中有一位秀发乌黑 身着红色旗袍的青年女子 也站在人群里 冲着张学良拼命的鼓掌 张学良 一眼就被这个身着红色旗袍的女子给吸引住 一番功仇交错之后 张学良来到了这位身着旗袍的女子旁边 两个人攀谈了起来 张学良得知 这位同样谈吐不凡的女子 便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宋家三小姐 由于张学良也是刘美派 所以两个人用中英文夹杂的语言 相谈甚欢 两个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武萨惨案的第二天 张学良在天津发表的那封 至上海武萨爱国学生殿 宋美玲说 他自己非常认同里面 对于中国积弱 道德沦丧等社会现象的抨击 而且他对于张学良捐款 来抚恤爱国学生 表示非常的亲不 张少帅爱女人 这是人尽皆知的 当然他也很有资本 虽然张学良个头不算太高 可他生了一副英俊潇洒的面馆 并且他还有一个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老爸 给他撑腰 那要搁在现在 绝对是标准的富二代 这次见面之后 张学良与宋美玲两个人 互生好感 他们还约会过几次 一起出去跳舞 游玩 非常畅快地用英语进行交流 大有坠入爱河之时 那么既然如此 宋美玲为什么没有选择 张学良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而是成为了蒋夫人 关键时刻 两个人都悬崖勒马了 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有了妻室 虽然说当时张学良和原配 余凤志没有太多的感情 但这个儿媳妇 是他的老爸张作霖亲典的 一向对父亲唯命是从的他 那是绝对不可能休妻的 而宋美玲出身高贵 又受过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坚决反对 一夫多妻子 是不可能给人当一太太 所以 少帅只是对旁人说了一句 若不是当时义友太太 我会狂追宋美玲 言语中充满了沮丧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 张作霖在乘火车 经过京凤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事 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 炸成重伤 送回沈阳后不治身亡 史称黄孤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企图以此恐吓张学良 要张学良与日本人合作 为了对抗关东军的阴谋 继任奉天省主席的张学良 决定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史称东北异制 张学良投奔了国民政府后 很快就越居为中华民国的二号人物 同时他与蒋介石败了靶子 宋美玲也就成为了张学良的嫂夫人 从伦理道德上来讲 张学良不该对嫂子有什么非分之想 但张学良和宋美玲毕竟有过那么一段 似爱非爱的往事 因此这两个人做朋友 要比平常的朋友默契得多 所谓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众所周知 宋美玲的英文是要好过中文的 而同为留学西洋的张学良的英文 又比留学东洋的蒋介石要好很多 共同的西洋生活作派 共同的语言 再加上1925年的那次邂逅 一来二去 宋美玲很快便和张学良无话不谈 互相隐为知己 后来宋美玲结识了张学良的夫人余丰志 余丰志到南京的那天 宋美玲一手承办了欢迎余丰志的仪式 一场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场面 都是家庭和女性方式的接风宴 使得本来并不太善于交集的余丰志 很快就对宋美玲产生了亲密感 而宋美玲也发现 余丰志这个女子不简单 虽然文化水平没有自己高 但是她打点上下的能力很强 对张学良又是一往情深 而张学良也对于余丰志的持家能力 大家赞赏 这让宋美玲对余丰志也产生了好感 几天交往下来 两个人已经是形影不离了 于是在宋美玲的母亲 宋老夫人的撮合下 宋美玲索性与余丰志 结为了姐妹 张讲两家的关系是越走越近 一场错过的爱情 加上无话不谈的友情 和家人般的彼此关照 让张学良与宋美玲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变得相当的深厚 张学良在晚年 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 如果蒋夫人当时在西安 可能西安事变 就不会发生了 这表明 她对于宋美玲不只是信任 甚至是有些依赖了 宋美玲在她所著的 《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这本书里 记下了这样一段 张学良自称 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很单纯 无意伤害蒋介石 甚至只要蒋介石 能够答应她的请求 自己愿意送蒋介石 回南京领罪 但是被扣押的蒋介石 很生气 拒绝和张学良 平心静气地交谈 于是张学良便希望 宋美玲能够来西安谈判 这段话里透露出了 两点重要的信息 其一是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 没有解决以前 就有意送蒋介石 回南京赴京请罪 其二就是 张学良点名要宋美玲 来西安谈判 宋美玲当时虽然是蒋介石的夫人 可是手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 张学良不找国民政府的要员谈判 而单单要找宋美玲来谈判 可见他除了宋美玲 谁他都不相信 1936年12月22日 宋美玲携兄长宋子文 飞抵西安 张学良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一行人上了汽车 很快就来到了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 随后宋美玲来到高贵资公馆 安慰了蒋介石 接着他便开始率兄长和端纳 与张学良展开谈判 张学良本身就并不想难为蒋介石 只希望蒋介石给他一个立即抗日的承诺 不要钱不要权 而要的是牺牲 说宋美玲是张学良的知己 真是不为过 可是自己的夫君不肯让步 他也必须要维护他的夫君 双方的谈判再次陷入僵持 一直到了这一年的圣诞节 蒋介石终于松口 同意了张学良的要求 而张学良和同意放人 宋美玲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了 宋美玲当即就向张学良保证 你送蒋介石回南京 我以人格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正是宋美玲的这句承诺 让张学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依然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 但张学良一到南京 就得到了军事法庭 十年军事管束的判决 从此就开始了他漫长的幽近岁月 释放之后 宋美玲也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 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代价 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正是宋美玲为了履行 对张学良的承诺 所做的一场安排 可是软禁张学良 那可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 虽然在1960年 那次教堂亮相之前 宋美玲提出的多数 有利于张学良的要求 蒋介石都答应了 可教堂亮相这招 却让他猝不及防 因为一场兵剑 蒋介石恨一个人 就要恨到献自己老婆 于不义之中吗 仔细地想一想 早在西安事变当天 就发生过一个 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 据有关的回忆 兵剑开始之后 张学良把惊魂未定的 蒋介石安置完毕 蒋介石跟他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汉清 在华清池的武剑厅里 我还遗留了一个公文包 那是我随时随地 都要携带的 全是机密 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 张学良赶到 华清池的武剑厅一看 还好 包还在那里 张学良拿起包就想走 突然他意识到 自己似乎有必要 打开这个包 看一看 例行检查嘛 可把包打开的那一瞬间 他震惊了 包里面除了 秘密的军师布防计划之外 再有 就是这么一打子信件 张学良仔细一看 这不都是这几年 自己写给宋美宁的 那些信件吗 可奇怪的是 这些信件 好像没有被冻过 很显然 他们从来都没有被打开 看到这一幕 张少帅 不淡定 蒋介石的这招 是司马昭之心啊 蒋介石为人 疑心很重 他可以对自己的夫人放心 但是他却不能够 对接近自己女人的男人放心 况且张学良与宋美玲 平日里在人前 都是大方不避嫌的 那么在蒋介石的眼里 这是不是早已触碰到了 他的底线呢 蒋介石让张学良去取报 这是不是一种警告呢 从整个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来看 蒋介石必须要维护自己 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这事不能忍 他必须得给张学良一个教训 不过自己的夫人 刚刚在外面许下了承诺 现在如果动手杀人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如此软禁 就成了眼下最实用的办法 来到南京的张学良 很快就上了军事法庭 得到了灌束十年的惩罚 其实蒋介石一回南京 便行踪成迷 只有他的心腹秘书陈布雷 跟在他身边 为他草拟处置张学良的方案 他深知此时处理张学良 一定会遭夫人反对 所以干脆和宋美玲 玩起了躲猫猫 宋美玲对丈夫的这种 出尔反尔十分不满 一时间他也无可奈何 夹在老公和故人之间 左右为难 而此时的张学良 没有自由 不能抗日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东北整整十四年的抗日 却没有他的身影 这简直比杀了他 还让他难受 而在此期间 他的劫发妻子余凤智 也患上了乳腺癌晚期 得知这一消息 张学良非常的难过 妻子的病在国内 是可难医治的 要想活命 除非是出国治疗 可是张学良此时 连离开看守特务们的 视线的能力都没有 想让妻子出国 谈何容易啊 昔日挥斥方求的少帅 如今是虎落平阳 这无疑是他最艰难的时刻 现在他还能指望 谁来帮忙呢 想来想去 他发现 自己只有一个 能够求助的对象了 那就是 宋美玲 宋美玲一直对于张学良的 被囚极度内疚 再加上 余凤智又是他 一劫金兰的姐妹 接到张学良的求助 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 就答应了 在宋美玲的安排下 余凤智很快就得以 离开幽禁地 前往美国治疗 自从被军事管输以来 为了保密工作 张学良的住处经常是换来换去 从南京 凤化 黄山 至平乡 称州 阮陵 再到修文 贵阳 开阳 又经童子 来到了重庆 十年间 搬了十一次家 一次又一次地折腾 张学良的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说好了是十年管输 有一个石柏在那儿 生活好歹是有个叛递 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当第一个十年将至时 张学良安纳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不停地托朋友熟人打探局势 希望能得知自己被释放的确切时间 终于 他们等来了在他们飞到机场的汽车 可是 这辆汽车给他带来的却不是自由 当飞机起飞的时候 张学良坐不住 飞机不是往北 飞向他扩别了十几年的东北故土 而是往南飞向了一片 他们未知的领地 台湾 飞机落地后又经过了一番汽车颠簸 一星人来到了位于新竹的井上温泉 这里就是位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张学良囚禁地 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里 张学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 除了在心里痛恨蒋介石出尔反尔不守信用 张学良也意识到了 自己魂牵梦绕的东北故土 或许再也回不去了 不过他能保住性命 最关键的是 由宋美玲这个贵人相助 据蒋介石的侍从武官居易桥回忆 一九三七年的一天在蒋介石南京的办公室里 他正在一脸惬意地坐在暗旁看书 突然有一个身影快步冲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没说几句话两个人便在屋里大吵起来 最后来人撂下狠话 你不要做人 我是要做人的 你感动汉青一根寒毛 我非跟你拼到底不可 我会把所有的内情公布于众 不仅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 而且会向全世界发布新闻 让外人夜了解你 此言一出 蒋介石清除了一身的冷汗 要杀张学良的念头被生生地搬了下来 从两个人对话的语气来看 此人与蒋介石很熟 并且深谙讲世内幕 他的分量一定居足轻重 那么这个人是谁 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 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给出的说法是 保下他性命的人是宋美龄 原来当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时候 宋美龄与宋子文同时用人格 为张学良的人身安全作报 临上飞机时 宋子文还在宋美龄的受益下 向前来送行的中共代表 周恩来等人拍着胸脯打包票 可现在蒋介石的一意孤行 却让宋子文成了台面上的帮凶 宋美龄知道自己的哥哥不好受 而且他深深地觉得自己对不起张学良 于是就同哥哥商量了一番 决定由哥哥直接强硬地出面 要蒋介石履行当初的承诺 还张学良自由 但是宋子文的这场争吵 仅仅是打消了蒋介石 杀张学良的念头 却并没有能给张学良带来自语 而且他还触怒了蒋介石 1947年10月30日 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志忠将军 来到新竹看望张学良 临别之际 张学良托张志忠向蒋介石 转达两点要求 一是恢复自由 二是希望能够摆脱看守人员的 磕虐和骚扰 对于这两点要求 蒋介石非但全都不予理睬 反而下令以后没有他的批准 任何人不得前去探望张学良 无奈张志忠只好找到宋美龄 把张学良的要求说给蒋夫人听 据张志忠将军回忆 当时宋美龄听办叹息着说 哎 文白兄 我们对不起汉清 第一点不容易做到 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 第二点我一定设法做到 这夫妻二人态度的天壤之别 让张学良的前途充满了问号 果然在宋美龄的努力下 看守们搬离了张学良的内居 但是自由依旧是遥遥无期 景上温泉 环境优美 宁静相和 周围聚集着不少高山族原住民 他们热情好客 对张学良与赵一迪照顾有加 由于宋美龄迟迟迟无法践行自己的诺言 救张学良出去 因此她感到十分的内疚 而只要是生活上的问题 只要张学良开口 宋美龄几乎是全都办到 那么张学良此时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 自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智赴美国治病后 作为张学良私人秘书的赵一迪 就一直陪伴着张学良 开始的生活很无聊 直到宋美龄给他们送来了照相机 拍照变成了张学良和赵一迪的最大乐趣 从这些照片上看 二人世界毫不潇洒 但其实盯着他们的眼睛多着呢 这是一张颇有意味的合影 照片上除了妇女和儿童 剩下的全都是张学良的看守 而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正是张学良本人 看守两个人动用这么多的特务 豪华都不足以形容这阵容 这套阵容只能用奢华来形容 有了这奢华的看守阵容 张学良和赵一迪的二人世界 似乎也就变味了 可是今日不同于往日 他们必须尽快地去适应新的生活 离开了一来伸手 返来张口的奉天大帅夫 张学良和赵一迪第一次体会了田间地头的辛苦 没有了三十万大军追随的少帅 还做起了积压司令 现在张学良每日最关心的问题 不是天下大事 而是咱家老母鸡下单美 这种从天上到地下的巨大落差 实在不好受 好在张学良还有一件 聊以自卫的事情可以做 那就是写信 张学良去世之后 留存的信件足足有四大箱 五百多封 这足以能看出 写信对于张学良的重要性 在这四大箱信中 有一大箱 总数约在百封以上的信件 都是和同一个人往来的 这些信件当中 有以英文信居度 在信的开头 对方会大方地直呼 Dear Han清 张学良则非常绅士地 称对方夫人 并且自称梁 没错 这位夫人就是宋美玲 查阅品味这些信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宋美玲和张学良 两个人之间 那种真挚的感情 对于在囚禁时期的 张学良而言 宋美玲的关怀 那就一个无微不至 尤其是在生活上 宋美玲常常会送些 日用品和礼物 给张学良 而在众多宋美玲 送来的物品中 有一样最为显眼 那就是照片上的 这台家用电器 收音机 您可不要小看了 这台今天随处可见的 小家伙事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收音机 那可绝对是奢侈品 宋美玲大概是想用 收音机 让张学良 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 接近二 但照片上的张学良 却丝毫没有 流露之喜悦的表情 相反 他一脸的沉重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屋里的张学良 很无奈 他这只笼中之鸟 只能靠想象 来描摹外面的世界 自由离他 究竟还有多远 但宋美玲 时刻都没有忘记 他向张学良 承诺的自由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 直到促成了 1960年 士林礼拜堂里 发生的那一幕 经过了士林礼拜堂的事件后 张学良 从一个闲人 变成了大盲人 每天前来拜访他的新朋友 老朋友们是络绎不绝 客人一多 总是住在招待所 不是长久之计了 这个时候 宋美玲又出马了 我们找到了一份 张学良 1961年11月份 所写的一篇日记 我们特意为您摘抄了下来 内容是这样的 中下午一点半 经过先生来遇 董显光同来 共午餐后 同去看见地 下午三点 刘家同路根祭谈好 星期四 房子开工 原来宋美玲 是要替张学良 买房子 他派秘书将张学良 请到了杨明后山关底 一见面 宋美玲就开门见山 汉青 你要自己选一块地 自己建房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大房小房皆可 地点 台中 大溪 脚板山 皆可 漂泊了23年的张学良 终于有了属于 自己的家 其实 蒋夫人的意图十分明显 张学良在台湾 有了自己的家 那么她的行踪 就不再是迷了 朋友们都找得到她 有事 她也可以直接找朋友们去解决 这无疑是张学良向自由迈进的一大步 事情似乎一直在朝着有力的方向发展 张学良看起来也是离自由越来越近 可是有一个人却不想就此放掉张学良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只要蒋介石还活着 他就不可能给张学良自由 但是由宋美龄做宝 她也不能要了张学良的命 怎么办呢 耗着呗 这一号又是十几年过去了 直到1975年4月5日 宋美龄一直等待 却又最不想看到的一天 还是到来了 她最亲近的人蒋介石 去世了 告别仪式举行那天 宋美龄把张学良 也带到了蒋介石的灵灸前 让张学良看了这位既是兄弟 又为愁愁的故人最后一眼 这也是他们三人 自西安事变39年后的再次见面 对于张学良来说 压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座大山 倒掉了 对于宋美龄来说 他最亲近的人离世了 现在三人以这种方式 再次相聚 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 是不是可以都放下了呢 对于张学良来说 蒋介石的离世 意味着一座大山的倒下 他似乎也应该重获自由了 但他这位曾经的败靶子大哥 却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杀手锏 在临终的时候 他嘱咐儿子蒋经国 有关张学良的事情 就一句话 此龙中虎不可放夜 而就在蒋经国 子承父业 仅仅五个月之后 宋美龄也因为从蒋经国 政见不合 出走台湾 远赴美国 宋美龄的出走 对于张学良来说 可是个不小的震怒 直到十三年后 蒋经国也离世了 张学良通往自由之路的 最后一个障碍 终于解除了 1990年6月1日 台北元山大饭店内 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这场庆生活动的主角 就是90岁高龄的张学良 古人说虚度 我真是虚度了90 对于国家 社会 人民毫无见数 真如圣经所讲的 保罗所说的话 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但是罪人 保罗说我是罪人的罪魁 我自己感觉是 真是万分的惭愧 张学良何德 能够蒙着一些诸位亲友 这样要给我做受 我能够做受 我有什么受 真是自己参会无分 无敌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 我还能活到90岁 我这真是 我只有上帝的能点 我除了感谢上帝之外 我没有什么 这是他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 54年来首次对公共媒体 现场发声 同时也宣告着张学良 终于自由了 1991年8月的一天 台北市邻凯歌教堂 周末礼拜会 8月份是台北最炎热的季节 但是外面的如火的交扬 并没有影响到 两位冒蝶老人 在教堂里面 享受那份重逢的喜悦 就是在这里 宋美龄第一次见到了 彻底恢复自由的张学良 然而这 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 宋美龄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这句话用来形容张学良 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 那是再合适不过 作为一个权力欲望强烈 善于作秀的政治女性 宋美龄 只有在与张学良 这个性格豪爽 耿直的东北硬汉交往的时候 才能够显示出 她真挚而细腻的女性情感 这段非同寻常的柏拉图式的感情 出现在两个身份特殊 命运特殊的人之间 让人感觉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可又是 至诚至信 顺理成章的 宋美龄用了整整54年的时间 用来兑现 当初她给张学良的那句 我用人格来保证你的安全的承诺 如今 宋美龄看着已经白发苍苍 却依然精神绝授的张学良 感到自己心头的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地了 两位世纪老人 一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情 一份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承诺 虽然曲折 却忠诚正果 对于张学良来说 这份承诺 是宋美龄 给她的哄身福 而对于宋美龄来说 这份承诺 则是一份担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英雄 这个被誉为最接近圣人的人 有着怎样的爱情往事 你见钟情牢狱之灾 你情别恋 离婚风波 他们的经历如同一部 人生大戏 档案为您揭秘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 曼德拉温尼离婚背后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